有平等心的人才能无私 有谦卑心的人才能恭敬别人 有包容心的人才能体谅别人 有道德心的人才能自重于自己 有清净心的人才能悟道 有智慧心的人才能处世圆融 有慈悲心的人才能舍弃自己去救度众生 所以佛教除了教我们要向善以外 还教我们怎么获得成功 怎么样成佛成道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佛说了几句话 对我们人间的做人生活工作都非常的有帮助 我给大家说一下 佛说凡事须坚持 凡事须忍耐 凡事须付出 凡事须尽力 佛不仅是智慧的化身 也是力量的化身 我们很多人在人间吃苦 我们能够忍耐 最后换来的是成功 我们坚持锻炼身体 我们就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付出换来的 是众生对你的爱 所以佛心有一种巨大的积极的感召力 它指引着我们一直在向前进 很多人一生不知道路怎么走 坑坑洼洼 很多人失败又成功 又失败又成功 所以怎么样选择你的路 怎么样选择佛的路 让自己走好 这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主题歌 敢问路在何方 路就在你的脚下 好好地沿着菩萨给我们的佛道 佛路走上我们的四圣道 走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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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